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最近还挺忙的 对 我就是试演 然后今天来到王牌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很开心 很开心 你是一个爱玩游戏的人吗 我还行 你是那种 我开始有点放不开 但是慢慢的话就 我觉得很放得开 是吗 爷爷都来了 你的鞋鞋狗玩得不错 对 所以你是那种胜负语很强的 但是还是说就是都行 都行 都行 就参与来了 所以我们的王牌 这次的成员们 包括来宾们 有没有之前合作过 或者说对谁印象 特别深刻的分享一下 我对郭小彤 郭小彤妈妈 她是我闺蜜 跟她比较熟 对 看着她长大的 对 我问她 我问她 你听说闺女主持这节目是吗 主持这节目 我说那个 不行 不好意思 怎么要走了 好 那我 那行了 那行了 你看 连着的 不是一个法套 强姐 知音靠啥在圈里吃饭 靠嘴吃饭 谢谢啊 强姐 这么沉了 来 游戏结束 来 三 二 一打扮 哎 假装接了段广告 我们又回来了啊 这是我们这个录制的真实情况 随时可能发生任何的事情 对对对吧 所以刚刚我们在那边聊到说 您跟这个小彤 包括他们家人都挺熟的 对 小彤的妈妈就说 你快来呀 特好玩 说大家都特别开心 特别开心 所以我就好过来看看 对 参与一下 所以 Rose 刚刚这一趴录的怎么样 你觉得什么感受 我就觉得 我都蒙的 有点蒙 对 因为很多游戏 也是创新的游戏 对对对 这样的游戏很少有 我就不知道 谁跟谁是一对 猜不出来 但是就是 张夏老师脑洞很大 对 所以像这样的演播室 这样的游戏类的综艺 其实之前录的没有很多 对不对 没有 不是太多 什么样的感受 你觉得这种以后还会 喜欢玩吗 我觉得挺好玩的 挺好玩的 今天我们是一个这个 国风音乐的主题 关于这个主题 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吗 国风音乐 我觉得国风音乐 现在是这帮小孩 就是00后 喜欢的一种音乐形式 还有着装形式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大力的发扬 因为它挺正式的 我刚刚看到 我们在这个录制的过程中 还尝试了一种乐器 叫古迪是不是 对对 那是个大概是一个 什么样的体验 我看你们玩也都很认真 反正那个塑料吸管 我吹不响 就把它含在嘴里呼呼 这么吹还可以 你要说 那我看花花好像都吹出调来了 对 它气息很有力量的 不过它要用一个巧劲 我们目前还没找到这巧劲 我看您来录制之前 在广州啊南京啊很多地方 已经有开始巡演了 对对对对 今年接下来还会有很多这样的规划 对 我接下来会上海杭州 嗯 还会 对对对我还接着转 对嗯 累吗 还好我享受那一样的 对营业很非常的频繁 对对但是那种累 不像像做这个综艺这种累 两种累 但是也也也也不轻松吧 嗯 像一一场我我也不说话 一直一下唱十七八首 嗯 也是很考验体力的 对是的 我们的乐手浑身都是汗啊 对 我不爱出汗都会出汗啊 你觉得在这个时代去追梦 对 和当时比方说八十年代 您像您当时也很勇敢 我喜欢disco 我喜欢这样的音乐风格 我去唱 是吧 那个时候可能您的风格 还不那么被接受的时候 你觉得现在和当时追梦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嗯 当时追梦啊 当时追梦啊 当时追梦 我觉得我们还是很彷徨的 不知道录完这张专辑 还能不能再录下一张 嗯 现在我觉得都有公司运营 嗯 未来的十年是不用 不用那个担忧什么 会很好的发展 嗯 就那个时候可能自己 台阶幕后那个操心的事 可能会更多一些 是吧 对 那会我们出去演出去 条件都不好 都 所有的小歌手 新歌手 都是自个儿父母 给做经纪人带着 嗯 哲国 嗯 对 所以我不怎么喜欢演出去 那个时候 嗯 所以我的当时的演出很少 嗯 我喜欢在录录音 但是录音你不能 你也不知道 你将来会录几张 总是觉得录完这张 没有下一张了 嗯 所以都是一直用最好的状态 去完成作品 嗯 但是反正今年还有很多 这个巡演的安排 所以支持音乐 喜欢抢抢的朋友 都可以好好来留意一下 对吧 嗯 对 那说到我们这个 这个王牌家族 王牌的这个战队啊 有一位跟我一起熟的 像宋 宋亚轩 他今年19岁 嗯 对聊到19岁 我记得您其实是在19岁的时候 登上了十代杂志的 对 我是18岁 18岁 1986年吧 你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 我没有任何的感觉 因为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歌迷会啊 什么什么都没有 我身边也很安静 嗯 我就觉得是上了一个杂志 就完了啊 是什么样的契机 当时登上了这样的契机 我的磁带 嗯 这是谁啊 然后别人说 这是我们国内现在特别红的一个女孩 啊 记者嘛 最有办法找到你的 嗯 我们这个节目有很多 就是喜欢音乐 或者热爱艺术的 就18 9岁的年轻人 有什么想和他们分享的吗 我觉得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抓住这个机会 对 嗯 就是 珍惜这个机会 抓住这个机会 嗯 然后 多样 多元化的发展 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在舞台上吗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这个节目呢 还有一个小小的环节啊 就是关于音乐方面的小小的考验 游戏规则 主持人播放音乐 玩家猜出歌名与歌手 及挑战成功 就接下来你抽一个 就是他们是两种不同的音乐类型 看您抽到哪一种啊 嗯 看看 1980 哦 1980到2000 感觉这个年代的音乐 你应该比较熟悉 我们来考考你啊 好好来第一首我们来听一听 听过吗 彰的对 叫什么 这个字 第一个字是光 第一个字是光 光 好 关灰岁月 对对对对对 让我知道他的音色 好下一首 罗大悠 野百合有春天 对没错 会唱吗 好我们现在下手啊 这个前奏也很熟悉 轻轻敲心沉睡的心灵是吧 不是不是啊 轻轻敲心沉睡的心灵 有点像啊那个前面 我帮你倒到后面啊 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 啊 谁来着 登登登登 让我 说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哇厉害厉害厉害 全队通关成功 谢谢小姐 好好好 那晚上晚上我们的录制 还在继续啊 希望你就是玩的开心 好的好的谢谢 保重生体演出成功 啊谢谢 谢谢小姐 拜拜 杨迪选一个 你选 我特别想选哲 我傻啊 我选哲 这教我们留头的老师 哲哥不 你行不 你在未来不会要发专辑 或需要写歌吧 我想一下啊 这五年没有这个计划 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我们都八圈吗 都八圈 咱都一样 好 来吧 加油 加油 准备好安全第一啊 来 开始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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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九 走 走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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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天 来来来来 羊熊 真行 哈哈 衝着过去拿不着呢 就是会跑歪 这个厉害 这个厉害 厉害 厉害 下一个要出来比的是 小马 小马选一个对手 选这个 选小松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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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圈 来啊 旋转挑战 开始 五 二 三 四 好快啊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八 九 十 十 十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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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到了没拨到啊 好气 哈哈哈哈 哇 可以吧哥 哎呀 好 还行啊 厉害厉害厉害啊 我刚刚有一个闪 啊你啊是你自己躲开的是吧 短闪很帅啊很帅很帅 可以 对 接下来谁来 接下来找俩不能躲的 哈哈 躲不开的 三 都你 并imiento 建议 小天 咱俩一组的 别看我了 哦对 哈 哈哈 你有那么恨我吗 哈哈 sé 呢 大哥 只是 走 哎呀 旋转挑战 开始 开始 二 三 四 太快了 一 二 三 那也太快了 五 六 七 八 八 九 十 你去哪儿 我不迟 半天打拼了 小心 我感觉我要飞了 今天朱老师来到了咱们节目当中 小童一直是以擅长舞蹈 在这个王牌的舞台上文明的 今天您来了之后 现场考验她一下 她原来在那个 张艺某导演的电影影当中 有一段就是 可以把伞的一个动作 特别出圈 现场考考小童 能不能接得住 您在节目里面给她做的招 好 好不好 好 激动的 因为导演的那个可能偏武侠一些 然后侠气 我们叫一个柔美 柔一点 柔美的交难的伞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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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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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琳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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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美了 你们要进行接唱的歌曲是 歌词当中带有CP关系的歌 什么 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唱到两个人 唱到两个什么 他们是有CP关系的 就可以了 谁先来 我们 爸爸妈妈去上班 我去幼儿园 爸爸妈妈 那CP现在就是跑不了了 我和你 心连心 什么 这绝对 这可以 这一点问题没有 你挑着胆 我牵着马 沙河上河突发进 哎呦 哎呦 好冰 咋的那这不错吗 你的主题词和腾歌唱的完全重复 你是猪八戒 你是猪八戒 哈哈哈哈 哈哈 算了算了 啊啊 哈哈 没有没有没有 这里面主体有人物人名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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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见九霄年云刚好遇见高米花 啊 我们很棒 比方 哇 我爱你你是我的助理 耶 我愿意变成你的两山 完美答案 哎 完美答案 对 这个非常好 这个非常好 啊 阿尊爱上了阿尘 阿尊爱上了阿尘 啊对啊 阿尊爱上了阿尘 在一个有心心的夜晚 DT in the house Jolene in the house 今天你要嫁给我 就可以了 可以 太可以了 这肯定是CPA 这肯定是 啊 啊 堂堂来喽 你是我的野 你是我的野 啊 可以吗 可以吗 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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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 左眼和右眼怎么就不能 对啊 难道不是吗 这也不算 他不能算CPA有点 是 是 西洋洋 美洋洋 蓝洋洋 飞洋洋 你这个好多队了 好多队了 你你玩够了没有 这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我不是我招呼 我堆下回家 不行 这不能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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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时光满血吧 不要再让你变老了 筷子兄弟 还带作者的呀 作者也行 你这说完我告诉你 全是凤凰传奇的歌 哈哈哈哈哈哈 门前树下有个一群鸭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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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CPA是 一群鸭里面 肯定有一对CPA 是那个艾弗杰尼老师那个什么亚当和夏娃开心酒下评过 现下啊 问我谁的选择是今天是将来是不是 对 唱没 唱没啊 唱没唱 弟弟 弟弟 什么呀 亚当和夏娃开心酒下评过 唱也行是吗 嗯 嗯 楼外楼 花满楼 何必相见 太厉害了 等一下 没听过 好歹压个绿子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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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被喷傻了 来 美组最后一次机会 这一题 王牌对王牌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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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算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王牌对王牌都被他们唱去了 这一轮感觉就像是 是 出了一样 是不是 哈哈哈哈 整不过他们了 整不过他了吗 有有有有 老师哥 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 悄悄 微生 嗔 女儿美 不美不美 女儿美不美 真男人 哎呦 哎喷了 又喷了 哇为什么 走了 唐僧走了 马上有请今天的下一位守护人 欢迎他 啤酒 欢迎订订 晚安 哇 啊 好 曼公 Battle 悠扬鸡乐 这段笛声绝了 让我们有请 南京民族乐团演奏家 鼓乐演奏 非遗发起人 于东坡老师 欢迎于老师 真好听 欢迎于老师 您这个是笛 还是大小尺寸形致 跟我们常规认知的 都不太一样 是 我手上的这个乐器 它是目前中国考古发现的 最古老的乐器 它被认定为 全世界音乐考古中 所发现的人类杰出的 史前鼓管乐器 也是中华音乐的 中华的粗音 对 这个距今 大概有多少年 九千年的历史 九千年 那这个乐器 是在1986年 以张居忠教授为首的 考古团队 在河南省五阳县 甲湖遗址 发现了这么一个古笛 他当时认为 是个古代狩猎的时候的哨子 但是呢 经过后面的发掘 发现出土的数量 越来越多 而且行之还特别的丰富 有两孔的 五孔的 六孔的 七孔的 八孔的 还有空管没有孔的 而且它的材质也非常的特别 它是用仙鹤 突旧 金雕等大型飞禽类的 赤板的骨头 所制作而成 所以说呢 当时给它取名为 甲狐骨笛 您刚刚才说 还有一个是美孔的 还有美孔 美孔能吹吗 美孔呢也可以吹 那不是就是个实心的骨头吗 美孔 美孔呢是吹真的那个 打猎用吧 我带了一次啊 防制了一次 那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好好好 这歌好熟啊 真的有音调 花花老师 这真蛮神奇的 这也真的 大家想不想把这个 这种吹法学会 想啊 当然想 可是俗话说 人过三十不学艺 我这还能学会吗 他九千年了 一定能学会 我今天带来了吸管 奶茶吸管 吹吸管 然后45度角过来 来 来 先吹口罩 他就响了 腾哥你在干嘛 祭打眼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还以为我吸管质量有问题 哇 哇 你真的好厉害 一定有旋律了 可以 可以啊 那边都吹歌了 那边都开始吹歌了 哈哈哈哈 哎 懂了是否东西了 哇 我觉得九千年代 这个音乐文明 九千年代这个乐器 有传承人了 哈哈哈哈 给老师点面子 怎么这么快就掌握了 哈哈哈哈 像花花已经掌握了一些 入门的方式和方法了 所以说传统的国乐 就需要在现代 不断地被弘扬出来 对 你就可以发现现在的年轻人 对于传统的国乐 依然充满了兴趣 而且他也可以在这个时代 没错 不断地散发出自己传统的光芒 嗯 好大了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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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个时代的 那我们一年 很有意见 那我们再往下降 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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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音音 灯灯 这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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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 这样 OK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王牌加载中的精彩内容 下次不见不散